再来看到这个抗疫行为 其实看了让人觉得非常难过 就是英国的史前遗迹巨石镇 是很多的游客到英国去 很多都会排进行程的一个重要景点 但是现在变成这个模样 可以看到这个巨石镇上面的石头 变成橘色的 为什么呢 就是环保团体的抗争了 我们先来看到 就是21岁的牛津大学的学生 还有73岁的博明罕居民 他们在这个岩石里头 无意境冲进去 而且泼洒了橘色油漆 已经涉嫌了破坏古迹 所以很多的游客当下也非常焦急 冲上去希望可以阻止 这样子环保团体的行为 这个环保团体呢 叫做停用石油 这个组织是在2022年的时候 正式的成立 而且在之后就有非常多的抗疫行为 这一次跳上了巨石镇 但是你看到 这个橘色的燃料 他们声称是用玉米淀粉制成的 所以只要雨一下 基本上就会洗掉 甚至他们的目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喊话下一节的政府 应该要签署法令 在2030年前逐步淘汰石化燃料 但其实我们说到巨石镇 是刚提到很多人到英国 都会去走一这一遭 他鉴于西元前3000年到2300年之间 是这个世界的文化遗产 每年大概有上百万人会来参观 尤其在夏至他会开放给大家 靠近这个巨石镇里头 所以说这两天就是他游客最多的时间点 但是这样子的行为也让英国的政局出现了荡荡 还有谴责的声音 现在看到英国首相苏纳克 他说这是一个可耻的破坏行为 另外在工党领袖也是未来很有可能会选上 这个英国首相的这号人物 工港领袖施凯尔 他说这个集团真的非常可悲 应该要全面制裁 尤其这个环保团体挑在国会大选之前 7月4号之前来进行抗议行动 似乎对政局的喊话意图也是非常明显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基本上 这个英国的政局 英国的国会马上要迎来变天的一刻 因为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 执政的保守党落后工党将近25个百分点 尤其苏纳克虽然现在是英国首相 但是未来他很有可能 连自己的议员位置都保不住 但这一次的英国选举非常特别的是 竟然迎来了AI候选人 AI浪潮席卷全球 英国还出现首个AI候选人 嗨 我们是AI的Steve 站在为Brighton & Hove 我想知道你愿意我认为哪些政策方式 这位名教士地夫的AI候选人 其实是科技公司董事长 史蒂夫恩达科的虚拟化身 号称能全年无休 回应选民提问 本尊说如果顺利当选 就会将AI带进国会 不过选民似乎没什么信心 英国大选竞争激烈 在昔日领军脱欧的要叫法拉奇 积极拉票却惨遭波乃希攻击 乳白色的液体洒满他的脸部和衣服 模样超狼狈 至于其他候选人通样花椒百出 58岁的自由民主党党魁 旧爱往水里摔 为了让媒体有画面 也挑战刺激游乐设施 或在公园里玩沙 毕竟目前英国执政的保守党 选情告急 最新民调显示 工党渴望拿下425席 大幅领先保守党25个百分点 代表英国首相苏纳克 不只会下台 自己可能也选不上议员 雪上加霜的是 他的随护又因为涉赌案被捕 投注的标的还是大选时间 点新闻 孙国博道 不或许对全球的领导人来说 他们可能要命令的2024重要的剧本 剧本就是川普归来 包括北约为自己的安全 在烦恼之外 中国到的领导人 习近平似乎心里也有所盘算 但是如果是川普当选 或是拜登当选 习近平觉得哪一个 对他的形势会比较有利呢 我们就来看到彭博资讯的消息 他说美国的情报单位评估说 北京认为不论是拜登或是川普 胜选执政 对中国倒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 因此不倾向支持任何一个人 而北京官员也默默地透露说 其实从高级别的会面 虽然尽力的管控分歧 包括我们知道像是他们的总理 以及呢 外交部长 甚至是这个国防部长 都有碰面的状况之下 已经希望把中美的分争 中美的风险慢慢地管控下来 但是你可预见的是 两国的关系下滑还是会持续的 尤其以拜登的角色来说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呢 会削弱美国跟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另外呢在拜登的部分 则会加强去合作抗中 所以等于说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好处的 尤其以川普来说 当然对中国大陆一开始实施了贸易战 还有晶片的管制等等 已经让中国到的经济是有所重伤 但是呢他们也认为说现任的总统 拜登本身就是一个冷战盟主 所以中国大陆从这两位的领导人当中 都是没有办法获得好处的 但是会对习近平来说 他脑袋要烦恼的除了经济之外 军事上的管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且必须可能要除旧不新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到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上 他说这个解放军在政治上 面临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考验 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处 这样子去解读他 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军队里头 可能还有贪腐分子 虽然去年已经动作非常多了 但今年的动作恐怕还会持续下来 暗示这个清洗其实并没有结束 会不会有再有八关的情况 可以持续关注 另外呢在MIT的教授傅泰林他的说法是 普京的战果不好 他认为腐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习近平是不是在恩乌战场上 学到了这个道理要打胜战 必须要整治军纪 所以说他也可能在乌战的这个经验上 或许得到了一个教训 也希望来整治军纪 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 再来我们来看到的呢 就是南海上的局势了 南海我们前几天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跟菲律宾的补给船 再度发现冲突 但是呢现在有最新的画面流出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竟然持刀攻击了菲律宾的补给船 这个画面流出 很多人请认为说 中国的行为根本就是海盗 还有在南海的局势 到底中国大陆能不能拉到更多的盟友 我们来听听李强这么说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两个多星期前才刚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上 就南海议题划出红线 警告一旦有非国人丧命 将启动美国对菲律宾的 共同防御承诺 中国海警船却在周一借武力优势 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海域 追逐包夹两艘正要向当地搁浅军舰 运送补给的非国船只 数十名戴着头盔 身穿红色救生衣的中方海警 驾驶超过八艘的海警船只和橡皮艇 把非国充气艇团团包围 这些手持多种刀具和长棍的中方海警 不但强行勾走非国船上的包包等物品 还以长棍敲打非国船只 甚至高举砍刀威胁飞国人员 并且猛戳飞国橡皮艇加以破坏 冲突过程中多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 其中一人右手拇指更因此折断 飞方指控中国海警的行动犹如海盗 不但持刀抢劫 夺走非国运捕船上的八支M4步枪 导航设备以及其他物资 还试图扣押非国充气艇 要求中方赔偿损失并且归还枪支 中国海警的现场采取的执法措施 是专业克制的 没有对非方的人员直接采取措施 中国官媒也释出多张现场照片 反控非国船只以危险方式接近中方船只 但连中方照片都清楚看到 中国海警人多欺负人少的画面 美方则是第一时间谴责 中方海警在南海的行径 国务卿布林肯周三更进一步 与菲律宾外长通电话 就北京当局在南海的升级行动 交换意见 并且重申美方对非国的 共同防御承诺 而中国海警在南海 持续升级的暴力行径 也在非国舆论引起强烈反弹 上周五就有数十名非国示威者 在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外抗议 反对中国自定法律 声称从本月15号开始 中国海警有权在南海登船检查 甚至拘捕人员 为了避免在南海议题上遭遇孤立 中国大陆总理李强周三访问马来西亚 并且与马国总理安华会谈时 特别展现柔软身段 李强在双边会谈中强调 对于南海问题 中国与有关的东协国家 应该自主妥善处理 坚持双边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试图借由这样的说法来排除 欧美等西方国际力量的影响 同时李强还与安华共同建政双方签署 包括住房以及榴莲出口等总计十四项 涉及庞大金额的合作备忘录与协议的签订 李强还致力向马来西亚推销一带一路 在与安华共同出席 由中资企业成建的东海岸铁路 车站动工仪式上抛出豪雨 试图把中国马来西亚 辽国与泰国的铁路相互联通 建成巨大的东南亚铁路网 然而两国在最后签署的联合声明中 只有重申维护南海和平 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 还强调要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 以磋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 显示马方并没有完全配合中方口径 至于马来西亚此前公开表明 有意加入中俄主导的金砖国家 分析则认为 马方此举可能涉及在当前的尾巴问题中 积极向西方社会表达不满 以及支持巴勒斯坦的态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